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样去拿捏应该要把这个故事说多少 因为其实我自己读完之后我感觉是很心痛的一个故事 可是我常在想说心痛的故事到底对读者有什么帮助 我觉得有时候文学或者是说故事它总不能只呈现人性或人生这个世界的某一个单一的面向 它应该是全景的我们应该这样看 那所以呢它事实上就是凸显出一个可能在某一些我们说中亚阿富汗等等 那个地方的一个文化女性被压迫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我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开场我想说让读者大概知道 OK在你还不知道故事的内容的时候 你对于这个环境有一个大致上的了解 那我想喔其实会写这样题材的作家我都觉得很特别 像以前追风筝的孩子啊灿烂牵羊的这个这位作家叫做他的名字都不好念 他们那个他们那个路线的名字都不好念 卡勒德胡塞尼 对那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喔这个阿提克拉西米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 其实阿提克拉西米他非常特别 他是阿富汗人 可是他在那个成长的过程中 他为了躲避苏联的入侵 他逃亡到巴基斯坦 那一年之后他又受到那个政治庇护 然后移居到法国 他到法国之后他就开始就是学电影啊 学创作 然后陆续完成了几部就是很不错的作品 其中那个《土地与灰烬》 我不晓得听众有没有看过这个《土地与灰烬》 这部小说改编电影 就是改编成《阿公带我回家》 那这个电影非常厉害 就是阿提克其实他没有很很丰富的就是拍电影的这个经验 可是这部电影就已经入围堪称的一种珠穆丹圆 所以其实大家对他就是 在当地大家对他都非常的有印象 那这一部小说也是他就是第四本小说 那是他回到阿富汗之后的创作 可是很有趣的是他回到阿富汗创作 但是他是用法语来写 对 他需要我觉得他真的很有意思 他需要用一个比较陌生的语言 写他家乡的故事 那有点像是就是站在一个比较有距离的地方 反而能够把这个东西看得更清楚更深刻 他可能用自己习惯 就我看那个卡勒德胡塞尼 我帮他写的这个序里面 他说其实他如果用 他说这个作者跟他聊天聊到 他如果用自己的母语波斯语 对 我觉得说不出那个可能还太 我个人觉得说那个情绪张力 他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去有效的处理它 所以他没有办法 仿佛就像你刚才说 拉出一个距离 就像电影里面的一个手法 他太近反而会失焦 看不到 就像刚刚凯宇讲的就是全貌 生命的全貌 我觉得他拉一点距离 反而能够把整个故事的氛围 或者是他的那个感情也不会太重 但也不会太轻 找到一个刚刚好的距离 来观看他的这个成长经验 是 可是让我很意外 他身为一个男性 那他说的这个耐心之始 是一个女性的故事 对 这个也是 可以说的这么入目三分 这个因为我是先看书稿 再去看这个作者的简介 或者是找这个作者的简介 其实我看完 我有点不太相信这个作者是一个男性 我也不相信 因为他把这个女主角的心情 或者是他的那个心境的转折 就是那女生的那种 有时候很矛盾的那个情趣 传递的非常的精准 所以 我知道他是一个男性作家的时候 我非常的惊讶 对 另外跟我们简介一下 耐心之始这个故事 耐心之始 它其实是一个阿富汗当地的传说 它说有一颗黑色的石头 就是大家都想要找到这一颗黑色的耐心之始 那为什么想要找到它呢 因为如果你对着这个石头 就是说出你心中的秘密 或者是你的痛苦 那你的哀伤 那这个石头它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很神奇的功能 它就是会把你的这些不幸 全部都慢慢的就是吸附进去 然后一直囤积囤积你的不幸 其实那个痛苦 就是那个石头它其实是一个痛苦的有机体 它把它吸收之后呢 它有一天会爆炸 爆炸之后 你的痛苦就不见了 所以如果你能够找到这一颗耐心之始 换句话说 你的痛苦就会有被消解的可能 所以它其实是用一个隐喻哦 因为我看这个故事 这一个主人翁这个女性 她本身就还蛮 如果我们大概对中东那边的 女权的整个状况有一定的了解的话 还蛮典型的 因为他们可能那边的文化 或者是他们整个对女性的概念 甚至于我觉得这个在序当中 有一个很不客气的说法 就说在本书中 拉西米触动了阿富汗一个很大的禁忌 就是呢 把女性当作是性爱个体的这个概念 因为我觉得其实在这里面的这个故事 就是这个女生哦 她本身就是一个有夫之妇嘛 那她 因为各种原因哦 因为我们看中亚有时候 情势是蛮混乱的 那依照她们的信念 她们所主张的不同的教义派别 派别之间经常会有火拼 那她们自己本身都说这是圣战 那就有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说 女性的本质她是比较温柔 她比较容纳性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个体来说 她会觉得那是你们男人的战争 这些战争是没有意义的 你们打打杀杀流血那又如何 你们所捍卫的这些所谓的精神思想 其实说穿的只是一个空的东西 女性在乎的是我能不能家庭和乐 我能不能吃饱穿暖 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能不能给我的孩子 给我的丈夫一个温暖安全的地方 所以她根本不在乎你所秉持的教义是什么 但是当然我们知道 我们所谓的历史这个英文字叫做History 叫做His story 就是从男性观点 所以常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这个作者本身他挑战的这一个部分 然后他又把身为人性 我们知道像伊斯兰传统的时候 对女性在性这方面是很压抑的 对 然后把他挑出来 藉由一个在火拼圣战中受伤 然后昏迷变成跟一个植物人一样的男性 男主角 这男主角就是这个富人的老公的一些对话 这个对话非常的精彩 与其说对话不如说是独白 对独白和自白 对非常精彩 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这个部分 因为我看的真的是很有画面 我觉得我故事他在自白的 其实他自白是有层次的 就是他一刚开始其实他讲的没有很多 他有点欲言又止 就是他想要讲 但是又没有讲完 他到后来才就是整个宣泄出来 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中间讲到那个 他在跟他先生讲血这件事情 红色的鲜血 他说你们圣战就是你们要杀戮 所以你们就是需要很多敌人的血 那这个是战争 那另外一个他们对女人的要求 就是那个处女之血 所以他对两个血的 就是他两个血的对照 他把这两种男人的要求的这两种血提出来 然后跟他先生就是有点发泄 有点抱怨 就是一方面他打仗 他其实从来不管家里的事 也不在家里陪他 那其实他的地位对他先生来讲 可能只是一个他先生要求 只是一个干净的装饰品 所以我觉得这个女主角 他是越想越生气 越想越愤怒 或者说难听一点就是一个生产的工具 对他觉得他自己很不值得 没错 然后所以他就是越讲越多 那到最后你其实看到小说中后段的时候 那个耐心致死的形象是非常鲜明的 你可以看到就是故事里就是 什么东西是耐心致死 其实那个黑色的石头并没有出现 对 其实呢在这个请述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真的如果当一个人他有一个发生的管道 那至少在某些的脉络环境底下 他知道这是安全的 他就会把他内心当中可能最黑暗最不堪 或者是最难以起始的部分一次请道出来 那其实如果从一个我们说人性的角度 这样的请道到底健不健康 这个我知道很多人就会开始去思考很多的部分 可是我反过来说一句话 就是说如果我们生命当中始终没有去请道 那不管是像一般人有些人是请道在你的日记里 有些人是你有一个很好的信仰 你请道给你的神 你的上帝 那有些人是请道在一些 他可能一些创作创造力的工作上 可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处在的一个文化是 这么的压抑你的本性 我们说压抑女性好了 那你事实上 你尚有这个教义的大帽子扣在你头上 就像我们以前传统说的女性就应该如何 那就你的这个社会环境里 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你又其实几乎我们知道 其实在中亚 女性之间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社会支持的 对 好那还算是一个蛮被孤立的一个状况 那今天这一个女主角 她的老公因为参与一个无所谓的圣战 然后变成一个植物人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你说对这个女性来说是不幸吗 从某个角度来看是不幸 对 可是也是某个角度的幸运 嗯 因为她开始借由去这样探索 照顾她老公的过程 还有外面风风雨雨的整个交错里面 嗯 那这个当然就要我们读者 亲自进入故事了 没错 在这个交错里面 其实她发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那个 那个在心理当中很重要的老公 嗯 她突然之间没有功能了 她反而 她发挥了她最大的功能 就是成为那一颗耐心之石 把我心里很多东西一直可以 倒给她 对 要不然在那个社会里我觉得 有时候在那种状况之下 是很难去生活的 她没有机会 对 她没有 不要说她没有机会说 她甚至没有机会去面对她自己的处境 没错 没错 因为在故事后面我甚至于看到 哇真的是 很惊讶哦 那个 她有两个孩子嘛 对 那这两个孩子甚至于不是她跟她老公 亲生的 亲生的孩子 对对 哇那那个其实不要说 在他们的社会文化有多么大的冲击 就我们看来也是很 对也是 冲击也是很大 很光怪入理的一个状况 对没错 对所以其实像我整个这样子 其实这本书哦 耐心之石 如果我要跟我们的听众哦 做一个简单的小节的话 嗯 其实她本身故事并不复杂 她故事非常的简单 对 她不会说让你读起来好 好像要费尽脑筋 像读个推理小说怎么样 那你说沉重 我觉得要看你看的角度 对 因为你觉得你始终从一个 压迫和被压迫者之间的关系 去看这个故事 那相当的沉重 嗯 那如果你从一个 就是说 我们说阅读任何故事 是回回应到自己的生命嘛 嗯 从自己生命的角度说 OK我能不能透过一些 叙说的方式 或者一些管道 让我的生命 不再有这么多沉重的秘密 嗯 那这不是说你要把你内心很多 东西去公诸于世 而是说 藉由这样的一个 我们说在心理治疗里 一个寝宿的过程 嗯 就能达到一个生命的平衡 嗯 那当然故事最后的结局 会让人想到那个平衡 到底是如何 我觉得 对 这个可能就留给 就是读者自己 对 再思考一下 可以思考一下 但OK Anyway我们回到一个 一个 我们说阅读的本质 嗯 阅读除了读它的故事性之外 还可以读它的文学性 对 那在文学性的部分 挺挺可以 可不可以跟我们多说一些 因为这本书是去年11月到现在 是 那我相信已经有很多读者读过 给你一些回馈 嗯 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部分 好不好 其实读者 很多人 很多读者 很多读过这本小说的读者 他跟我说 就是这个故事的文笔 作者的文笔 实在是非常的优美 是 其实很多小说都说 呃 其实都标榜这个文字很优美 可是我觉得这个阿提克 它是 它很特别的地方是 它这部小说几乎是用诗的题材 嗯 来写 所以它的句子很短 嗯 然后 特别是一些书评也讲到这个部分 比方说 这个新观察家杂志就说 它的字句很简洁 副词很罕见 形容词绝迹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 副词很罕见 形容词绝迹 它几乎是只用动词来写 对 所以整个整个故事 我觉得跟那个阿提克 他本身受到一些电影的这个 训练有关 嗯 它的 我觉得它的文字是会移动的 你可以跟着它的 一句话一句话去带整个 房间的景象 对 那个女人的装扮 是 甚至那个房间的气味 你几乎都要闻到 对 或者是阳光的折射的角度 反正它 它可以用它很简单的文字 几乎没有那种很复杂的 我们译者也很到位啦 没有很复杂的那个 罗里巴索的形容词 它没有 它就是很简单 但是你一个次一个次 就是会被它 对 带到整个房间就是悦然至上 我觉得我在读的时候 它的段落之间 就宛如电影的分镜 对 非常像 转场换幕 那个 莉莉在目 我真的觉得 对 非常过瘾了 甚至是 房间的摆设 比方说 我对这个房间的窗帘印象就很深刻 那个窗帘是可以透近一点窗外的阳光 然后窗帘是上面有什么样子的花样 然后包含这个女人 她一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守在她身上旁边 她是在念那个念珠 因为 因为她们宗教的关系 她每天要念念珠 那可能她拨念珠的这个频率 拨念珠的手势 还有她的呼吸 其实这个小说非常的 其实小说很短啊 没有几页 那文字也非常的简单 可是却把整个房间的气氛 描写得非常的动人 你最喜欢哪一段 其实很多欸 我的那个电脑的那个稿子 其实很多我都画影光 我随便念一段好了 就是那个女人 她其实用这段她就来表现说 这个女人其实在 她在青土的过程 其实是有些犹豫的 比方说她说 女人的步伐在泥泞的地面悬荡了 她们犹疑不决 她们迷失了方向 她们折返回来 就这样 就是一个句都 一个句子 我刚念的一个句子都是一行 然后女人再回到房里 就是诸如此类 我觉得她有一些 她有一些犹豫不决的意向 跟这个她青土的这个 这个频率 或者是说她青土的那个心境的转折 是有 是有 是有对话的 嗯 这部分会让我 我觉得这个小说就是在 这个青土的这个含义之外 会有一些更让我印象深刻 嗯哼 她宛如就像读一本诗集嘛 对很像一本诗集 就是有那种感觉 对它是有故事的诗 嗯 那在耐心知识的这个部分 嗯 我想我们给我们的听众 带到这边 那当然我还蛮想问最后一个问题 嗯 嗯 就说这位作者 阿提克 拉西米 实在是不好念 阿提克拉西米 对不是 不是我们的文化 那个名字里面有时候都 有点拗口 对对对 会咬舌头 那她除了这个耐心知识 和你先前 所提到的 她过去发表过的这些作品之外 嗯 其实 会问这个问题 是让我想到 呃 卡勒德胡塞尼 嗯 就是追风策的孩子的 这一个作者 我也是因为看了她的追风策的孩子 嗯 那后面就follow她其他的一个小说 嗯 像灿烂千阳等等的 嗯 那其实呢 像阿提克拉西米 也给我这样的感觉 嗯 所以呢 就你所知喔 婷婷你知不知道她在未来 有哪些作品喔 即将在 呃 整个华语世界 或者在国外 会做一些发表 其实我相信她 呃 可能她 她现在应该是一边 把她的这个小说创作 嗯 呃 影像化 嗯 嗯 然后继续就是 一边创作 嗯 所以她 呃 其实我还蛮期待就是她除了 因为她这次是放 聚焦在女性 嗯 其实她 我还蛮想知道就是她阿富汗的 就是其他的 嗯 了解 如果一个男性对她的这个 了解 对她的这个成长经验 或者是她们国家 这个对她们的这个局限 是有自觉的 嗯 如果这个有自觉的男性 她发生了 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 嗯 我就诸如此类应该 我觉得阿提克她迟早会写 对 以她那么细腻的 对 细腻的一个创作的 创作的男性 对 那我们所有的听众 包含我还有婷婷 我们就一起期待 嗯 她接下来的作品 我们今天谈耐心知识 希望呢 你透过我们的访谈 对于这本小说 有呃 一个初步的认识 但除此之外呢 我觉得呃 这个故事带给我的冲击 就是说呃 其实这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角落 不同的人 它的处境可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可是呢 回归到人性的部分 或许在我们生命当中 都需要有个耐心知识 帮助我们自己找到她 有一天我们可以得到解脱 不管她的形式是如何 今天谢谢婷婷 谢谢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收听 我们再会 拜拜